好 柯文哲的第二任期 2022年就要卸任 因此国民两党都想要派出最强选将 来赢下首都台北市 目前国民党呼声最高的就是地位蒋万安 但根据台北市议员李明贤爆料 党内智库有一份民调显示 是蒋万安对上陈时中 居然是伯仲之间 再加上陈时中有中央执政党的优势 加上防疫成绩 蒋万安的选情恐怕没有这么乐观 对此陈时中被问到相关议题时 心情看起来还不错 终于有了答案 他说民调高高低低是正常的 那如果是在桃园的布立医院 办民调的话 他一定第一 该是我要扛的证我不会回避 大年初一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才在政论节目中松口会扛则 还评估党内对台北市长 这一战很有机会 但现在传出蒋万安想胜出 不是绝对乐观 党内智库的民调 诚实中的支持度跟蒋万安 在伯仲之间 而且互有领先 选举绝对充满任何变数 没有绝对稳赢的 蒋万安对上陈时中 选情可能是五五波 这也代表蓝营的选情 可能没这么乐观 加上未来一旦疫苗施打 也可能会对陈时中 带来加分效果 被点名的陈时中心情大好 要走之前又回头受访 虽然有意挑战台北市的人选众多 但防疫期间陈时中累积高声量 或许是民进党公认的最强人选 布局归布局 最后民众还是会看 谁有能力去好好做 好台北市长的工作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 今天不是选偶像 而是选一个做事的人 距离选举还久 民进党中央也还没动作 但另一头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 早就在牛棚里准备 明显她说她希望台北市可以 黄珊珊快闪没有回答 毕竟政坛局势瞬息万变 不到最后关头 谁也说不准 借叶婷无祥三里何荣台北报道